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海沙滩事件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看看 每年夺取数百条生命 但只有5%的人知道的殖民危险吧 去到海滩一定要知道这个危险现象 它每年夺取数百人的生命 但是只有5%的人知道 任何有经验的救生员都会警告你 每年有一百多名美国海滩游客 死于这种殖民的现象 事实上在救生员进行的所有救援中 约有80%与这种危险有关 它不是鲨鱼或者有毒的水母之类的 在海洋中发生了最危险的事情 是一种叫做激流的自然现象 激流基本上是海面上从海岸流出的强激流 导致它形成的因素很多 例如,如果波浪高度变化太快 通常毁出线链缝 包括海岸免受侵蚀的建筑结构下 也有同样的激流 不过它通常发生在海滩附近 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几周甚至几个月 它的主要危险是它会从海岸流向大海 撕裂的危险程度取决于天气 海滩潮汐的形状和其他因素 通常以每秒2.5米的速度移动 很容易把人带到广阔的海洋 即使是厉害的奥运游泳健将 也无法抵抗强烈的激流 它经常看起来像平静的水面之间的波浪 但不要让宁静欺骗了你 因为你可能无意中选择了最危险的游泳地点 当你发现陷入激流时 首先要做的是保持冷静 不要试图拟着激流游向海岸 只会耗费你更多的体力 你能做的是保持漂浮 举起手向九生元求救 激流通常以巨大的圆圈移动 如果它在循环转圈 它也有可能会把你移向海滩 但是激流对海滩游泳者的危害仍然巨大 那小伙伴们看到这里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并转发 下期再见拜拜